朝九晚十坐到人都散 吞聲引氣為了糧餐 找個雞碎那麼多 還說要監 要監 我老闆是個女人 咬人不是人敢扒 打公仔講起到傷心 唯有人 我忍 沒有人 記住吃我會做 凡事都懂得看著臉色 有錢好 捱到老闆看起我開始 懂得等於我們更 越攀越高 答辯人C十一,你有沒有代表律師? 法官閣下,我並沒有代表律師 我選擇自辯 因為我要用自己的嘴巴 告訴法官閣下和所有的人 告訴我,我C十一才是一對孖女 最適合的管養人 我知道自從嘉嘉和我一起之後 都沒有好好地和他爸爸 坐下吃個一天吃飯 詹先生,很對不起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說 你走吧,安心她 你方以後沒機會見到兩個女兒嗎? 想不到一語成慘,她就這樣就走了 自從嘉嘉離開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一個男人帶著一對孖女 要做一個好爸爸是這麼艱難的 法官閣下 我完全不懷疑常先生和常太太 是多麼痛惜一對外孫女 因為他們是親生公公婆婆 但是說得了解 又怎麼及得我這個 跟他們相處了四年零五個月 又六天的親生爸爸呢? 常先生是香港幾間上市公司的主席 我絕對有理由相信 她可以給我的女兒一生衣食無憂 但是什麼? 在這個世界上 只有我才知道我兩個女兒的真正需要 他們兩個的需要就是我本人 我曾經在嘉嘉的墳前發過世 為了好好照顧兩個女兒 如果不是我的口感的話 她可能沒那麼吵死 你, 法官閣下 試問我連我兩個女兒的撫養權 都捍衛不到的話 我怎麼對得住我太太呢? 你的意思就是說 是因為你說了說話 令你太太出事 你的心一直都很不舒服 我一直都是這麼想 直至到我的上司就是我的好朋友 她開解我 令我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你去法庭提起我 我還敢跟法官說我? 法官說一下 我朋友說嘉嘉的死不是我害的 是一個意外 我們兩個在一起之後很窮 但是窮得很開心 很多夫妻可能一輩子都在一起 但是沒有我們短短的家庭這麼愉快 我上司還說她雖然離開了 但是永遠都會在我這裡 我將會用我的一切 來完成嘉嘉交給我的一個任務 就是要做我一個 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好… 那我想問 那個法官是不是像現在的孤姐 怎知道 他還假裝掉了東西 躲下收拾東西 其實就躲在桌子裡哭了半分鐘 公公 我真的很感動 我完全感受得到 你對你老婆是多麼致死不如 對你對孤女是多麼愛惜 什麼?整個派人在這裡搞什麼? 我們之前的小朋友拿回一對孤女 人家的大狀 香港打富養權的官司是第一名 和人跑六斑馬和一斑馬,不能跑 是嗎? 謝謝阿朗,不支持就算了 不用說這些話嗎? 就是了 Lavan,不用擔心 你的表現再加上我們的支持 正在贏 Lavan,加油 我們支持你,參加你 是 林善先生,你的職業是社工的吧? 是 在2009年7月20日,請問發生了什麼事 當日C11被急症醫生舉報 說他獨留對孤女的家 之後我就接顧這案子 那C11所犯的是什麼罪? 他是犯了侵犯人生罪 第212章27條 當中對他所看管的兒童或少年 虐待或忽略 結果他對孤女要被社署接管了三天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引致到社署要介入 甚至乎要接管他對孤女 C11獨留對孤女的家期間 他對孤女踩到鞭釘 C11送他去醫院 結果就被當值醫生揭發這件事 法官閣下,其實這對小朋友 那次是非常幸運的 他們只是被鞭釘弄傷 但是如果繼續被C11照顧他們 下次說不定是被滾水錄傷 甚至乎他們會假裝超人在家裡 飛到街上 所以我懇請法官閣下 好好考慮這對孤女的去向 那次只是唯一的一次法官閣下 一次都是意外 C11,現在由李響正銀提問 林善先生,請問你知不知道 社署為什麼要接管我對孤女三天 因為你無法照顧他們 所以社署就這樣做 我是想問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社署要接管他們三天 而不是三年,而不是永遠 法官閣下我承認 上一次的意外是我錯 也是我人生最大的污點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當日法官要判社署 接管我這個女三天 會不會當日法官也不認為 我沒有資格照顧我這對女兒 而是給我三天時間好好反省一下 去學習一下我如何照顧他們 經過這次之後,我很努力工作 沒多久我們搬上公屋 我希望給他們一個安樂窩住 自此之後 我們家裡任何有機會 製造成危險的家具用品 我都特別小心處理 但是是不是因為一顆按釘 我就沒機會改過自身了? 是不是因為這樣 我就沒資格照顧我這對女兒了? 法官閣下 我想傳召我方的一位新證人 還有新證人? 你不是只有那個臨善嗎? 晴晴仁一方已經在書面上提過 你沒有留意嗎? 讀叔 請問你和C11是什麼關係? 他是我隔壁的女生 他以前和我打過一兩日功 對於C11的為人,你有什麼評價? 我第一認識他,他是做賣寬頻的 他可以為一張單,押跌界方 我這麼聰明也沒機會中招 阿聖臣,北官大人 我個人是怎樣? 和你的登案有什麼關係? 反對無效 你個人是怎樣? 是直接影響本席判斷 私搖私陪是否應該跟來? 凌先生,請繼續 簡單來說,他這個人練精學懶 沒有贊助心不疾止 還整個嘴都是謊 你想怎樣?讀記 凌先生 對於C11想欠撫養權的事 你是不是知道什麼? 他知道常生常帶欠對媽媽 他開心得在我家開派對 反對,我可以解釋 這件事並不是你想到這樣的 對,我有本為證 什麼? 我因為尾龍骨還沒好了 所以嚇嘴嚇臉 兩個女兒不想恕我 不知多麼高興 無女一身興 以後下班就不用捕蚊蜜 回來照顧她了 謝謝神輝 你打下來…別多女兒… 施生,襲擊他人 引致他人身體受到傷害 最高判處監禁三年 你以為你打完這一刻之後 法官還會把兩個女兒判給你? 你薪金也不高 平時也沒有積蓄 我不想你花那麼多糖肺 你不必跟我鬥 庭外和解,好嗎? 不行,我是沒有積蓄 我什麼都沒有 我只剩下你兩個女兒 我明白你現在的心情 錢我是不少 但是我只有家家一顆女兒 你別誤會 這次我想拿回兩個外孫女的管養權 不是因為你養了我的女兒 而是我女兒死了之後 我倆簡直心裡被人挖了一樣 尤其是我老婆 我花多少錢帶她去玩都不開心 但見到兩個外孫女就很開心 笑得很甜 老兄,我已經失去了女兒 我很想有個親人在身邊 你成全我們 那你也不可以洗橫手 收買賭記 我給你放棄 我給你 你們倆幹什麼 你究竟收了常心多少錢 做了這麼狼心狗肺的事 拿她之後要做物證,釘死她 雷宇,大聲說出來 看看聖長安用多少錢收買她 多少 不是資料,是幾個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我一毫子都沒收過她 我和常生拿了電話號碼 交朋友不給嗎? 你在庭上不敢說話 為了拿的電話號碼? 這不是普通電話號碼 是幾間上市股票主席的 常心的私人電話 我有空找她吃飯 這下看有什麼搞事,這樣也不給人 你為了認識一個有錢人 出賣街坊就不行? 我在庭上說的全部都是實話 應該是判對媽媽給常生的 然後她不要吃,吃也好,吃也好 挺好 你不是不是不知道她倆對她多重要 我不但為對媽女著想 我還有為了拿著著想 單身男生抽了兩個豆釘很辛苦 我有資格說 如果她真是為對媽女好的人 就應該放生她媽女 放生不只…她還要丟下一個包袱 遲下她會被調轉感激我 你還說得很響 你幸虧你要輕恨自己 沒有一個有錢的外父 你就不用做一個一生都會後悔抉擇 我,我曾經失去過的女兒 失去的女兒有多痛苦 我可以有資格說了吧 你們不停喜歡我,我說的是實話 Levin找個對女兒走過日 她還在開派對,竟然很開心 我有點點為證 你還好說 靜靜跟著我揮手來調查 短片的照片上庭 杜叔,你被Levin騙了 他根本就不像你那樣想 那天他裝沒事 其實是想我們不要擔心他 他之後走了出走廊 雖然還笑笑口 但我在他的眼神裡面看到 他很不捨得對孫女很傷心 他那天的眼神 令我想起我爸爸臨走那一刻 他那時候躺在病床看著我 雖然沒有哭過 但在他的眼神裡面我看到 其實他很不捨得我 很不想跟我分開 先吃碗麵吧 你經常沒東西放過肚子了 不用了,我也吃不完 知道你沒胃口了 但不吃東西,哪有體力打贏這場仗 對 其實你們倆都為了我憑迫了一整天 不如先回去吧 生離死別,我也經歷過 跟Milk分開 Frankie生病死,那種感覺有多難受 我知道 在這個時候沒有親人在身邊 真的有多難熬 我們在這裡陪你,總比你自己一個人在想一邊 我們兩個不是拍過結婚照嗎? 姓常的夫妻真是認定我們一對 我就當你老婆 什麼? Milk,你在說什麼? 單身寡佬跟人家夫妻欠撫養權一定差點 但如果我們兩個結婚 就可以組織一個完整家庭 我們又年輕一點,可以打 我馬上打給Vincent 看看我們的離婚手足搞定了嗎? 如果搞定了,我馬上跟你註冊 你別瘋了,老闆 什麼瘋?我是說真的 你記得這麼急,別說那個官我都不相信 是呀,結婚不是說玩耍的 為什麼不可以相信? Vincent,我現在不可以真的喜歡你嗎? 上次我差點被車撞到 你救了我,我也覺得你很男人 還有,我們在走廊那次 我看見你這麼傷心,我也很心痛 我知道你想幫Vincent 但是如果讓官知道你騙他 就不能回頭了 什麼騙?我是說真的 你想幫他,我也想幫他 大家都想幫他 Vincent,你的優點就是有毅力 你要有自信心 千萬不要以致消沉 You are not alone Master,撐你 我也一定撐 不要忘記我們 還有我們整棟棋重樓都撐你 一顆錦釘放了整個星期 人們不是看不到 就是看得也當見不到 直至都答辯人,他送外賣來 很小心地撿起一顆錦釘 用紙巾包好,然後扔進垃圾桶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他曾經令女兒忍得這麼低 所以自此之後 無論他去哪裡,他都會留意地下 看看有沒有傷害兩個女兒 他一個人照顧那對孖女兒 可能會很吃力 但是我是他師父,即是一家人 我一定會幫他照顧兩個女兒 法官閣下,麻煩你看看這張照片 C十一因為知道這間婚紗店 會送馬戲團飛給第一萬對 拍結婚照的新人 為了完成兩個女兒的心願 所以他就替我扮成夫婦拍了這張照片 為了兩個寶貝女兒,他其實什麼都願意做 作為他的上司,我都會支持他 幫他一起照顧對孖女兒 思瑤和思培是走失的 不過與C十一無關 我老公退伍消防原症病發 我只顧著你,我老公 就不知道怎麼走失了對孖女兒 之後C十一也沒再要我們幫忙照顧女兒 C十一雖然沒有半山大屋,也沒有錢 不過有我們整棟喜松樓的街坊 幫忙照顧她對孖女兒 左輪右利,不用客氣嘛 法官閣下,我現在要成交最後一份證物 第一,請你過目 題目是我的孖母,為什麼會畫了你? 很簡單,對於我兩個女兒而言 表面上我是爸爸 但實際的身分,我也是媽媽 沒錯,我是一個單身爸爸 我沒錢,我主公 但是自從我太太過世之後 我父兼母職 用盡所有的方法來照顧我的女兒 正所謂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麻煩閣下聽一幅畫上 裡面有五個英文字寫著L-E-V-E-N 各校知道怎麼讀嗎?你不懂 怎麼樣?你英文這麼厲害 你都以為自己懂得讀 不過也可能會讀錯 我的上司、我的師父 他們都讀成一份 不過這樣就讀錯了 應該不是焚燒的焚 而是鵝粉的焚要讀成一份 而為什麼我的名字會這麼怪呢? 因為我兩個女兒改 答辯人,請解釋 本人的中文名叫C11 11就是Eleven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算受信高等的教育 學校請到西人來教英文也好 他們硬要讀做Eleven 沒辦法了 我唯有改改,走遷他 就叫自己做Eleven 也就是說 這個世界如果沒有他們兩個 就沒有Eleven 沒有Eleven,就沒有他們兩個 你明白嗎? 我們三個是不可以分開的 晴晴的律師 你可以就靜密一點 盤問答辯人 說得非常感人,真的很感人 我絕對相信司瑤和司陪 他們會像一幅畫一樣寫 是非常愛惜答辯人 不過我想問問答辯人 他們兩姐妹只有四歲 以他們四歲的智商 四歲的理解能力 真的能夠明白 什麼是最佳福利嗎? 可能他們還相信這個世界 有聖誕老人 他們當然知道 他們最佳的福利就是本人 就是憑這幅畫 你又相信自己有能力 可以照顧他們 可以讓他們一切所需? 當然可以,你看看這幅畫 他們賜給我力量 所以我現在充滿信心 那為什麼 剛才你所傳召的所有辯方證人 全部都強調 他們會幫你照顧你那兩個女兒呢? 那是因為他… 那就證明了你有自知之明 你知道單靠你自己的能力 根本沒辦法照顧到他們 你也以理橫而言 沒能力就是沒能力 很遺憾,這一幅不是骷顱頭寶 他沒辦法賜給你力量 方經閣下,我沒什麼問 答辯程序結束 今天的審訊到此為止 下一堂就是最後的陳詞 答辯人,我要提醒你 陳詞是用來展述你的法律觀點 我看得出,你好在乎兩個女兒 不過你要明白 在法律上,我們的關注點 是未成年人的最佳福利 也就是說,是你兩個女兒需要什麼 不是你需要什麼 難得見女兒,你開心點吧 不就是,也不一定會輸的 官都開口了,你們也聽到 我想超過八成了 Nervant 你倆怎麼樣? I miss you, I love you 學了這麼多英文,I miss you too 扭蛋 扭蛋?扭蛋在外面 好,和你們出去扭蛋 好… 快點回來… 扭蛋… 上先生 Nervant也是跟他們扭蛋而已 又不是拐走他們 不用寸步不離地監視著,是嗎? 不如坐下,大家聊聊 我想談什麼呢? 想跟你談判而已 你用錢跟Nervant鬥 其實他一定沒得鬥 不如你試一下站在他的立場 想一件事吧 你們見面對孖孫無奈 走開一會兒,你們也不放心 何況是Nervant 他對你一出生,他都沒有跟他們分開過 如果現在才來分開他們 你想想會怎樣 坦白說,這份你田上所說的話 我也很感動 但是他的痛苦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如果你知道的,不如別跟他爭 他有他的需要,我也有我的需要 所以我有一個想法 低吃低鼻 回來啦? 上先生 上先生說私養私陪兩個 可以在你家裡睡幾晚 有這麼順滩也有 阿姚一陪我們去洗手吃東西,好嗎? 帶我去廁所 好,跟著你去洗手 他們倆剛才說 婆婆會帶他們到美國下雨 又說看什麼企鵝生蛋 我想他們打完一場官司就會帶走他們倆 所以就讓我在家裡對著他們幾天 Masda,我真的很害怕 你說我輸了一場官司之後 是不是會以後都看不到他們? 其實上先生剛才跟我談過 他說他有個想法 他叫你這幾天好好跟對媽女相處 同時好好想想 如果私養和私陪要選一個 你會怎麼選? 什麼意思? 上先生的意思是說他可以讓步 他們要跟你一人養一個 跟著我 若未盡量學會殘忍 針對敵人 若未盡量習慣難哼 跟你變難合襯 要記住兩個人 哪有勝負要分 事實大地沒有原因 不會烈塵 事實公佈沒有情感 不會越來越近 我兩時對愛人 亦愛 屁股 我認得 你 你 是 好的 人